Hello大家好 那今天來教大家我們怎麼可以用這一套試用妝的產品 那裡面有我們這一款就是Beauty Water Daily Day Away的 那我的版本也是比較大 裡面的有可能比較小 但是就是這個紫色的蓋子的 然後呢寫著Beauty Water的 那這個就是卸妝水 那我們一般呢 如果有化妝的話呢 就可以用這個來卸妝 那記得一定要用一個就是免化 然後倒進去 然後就是往上去刷 這個只是幫你去卸妝 那所以如果你平常沒有化妝的習慣呢 都可以不用這個 那我們就直接挑到我們的洗面來的 那這個洗面來呢就是藍色的一瓶 就是To Be Clear 就是To Be Clear這些小的那個 Plear Cancine Jaws藍色的這個呢 那我們呢一般就把臉去打濕 然後呢我們就去用一點點去洗臉 我們臉一定要打濕 然後呢就用一點點的去洗臉 那它擠出來的就是透明的 然後呢我們均勻的在臉上去戳 它是很輕的 它沒有什麼泡泡 那所以呢它不會太過乾 它就很小很小的泡泡 不會很多的泡泡 然後輕輕的去洗一下 戳一下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洗臉了 洗完以後呢就可以Path Dry 那這個呢就是每天要做的 那另外呢它有一支就是 Brighter Dig Exfoliant Scrub 這個是磨砂膏 那這個磨砂膏呢不需要每天用 你可以就是隔天或是一個禮拜 兩到三次用就可以了 它主要呢是幫助我們去洗皮 然後一些角質層已經代替掉的話呢 我們要幫它就是去掉 那也是很簡單 我們的臉呢不用塵乾 最好是有一點點的濕度 然後呢 有一點點的濕度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了 它其實不用很多 大概這樣子呢就夠了 就夠了 翻個臉了 它有一點點的香味 那裡面呢有一點點的顆粒的東西 那它不會傷害到皮膚的 因為我們的顆粒不是用膠的膠狼來做的 我們都是用一些天然的植物來做這些顆粒 那所以我們按完以後呢 它會慢慢的不見的 那重要的部位呢 我會放在一些有痘痘啊 或是有痘印的一些地方 那所以呢 我們輕輕的 這樣子洗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另外一邊呢 一樣的去洗一下 那椅子呢 兩邊都可以戳一下 這樣子呢 就可以幫助到我們去那個黑頭 那這個不會洗泡泡的 它只是在你的皮膚裡面磨砂磨砂一下 那一樣這個不需要每天做 你隔天會是一個禮拜兩三次就可以了 那你大概搓一到兩分鐘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力 因為那個自動會磨砂的 OK 然後呢 我們做完就可以去沖水 那沖完這個磨砂膏呢 你會感覺自己皮膚挺滑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洗完臉 抹完沙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另外藍色的瓶子 叫Imbalance PH Balance Toner 這個就是我們的爽膚水 那也是很簡單 我們最好呢 還是用一個棉花 然後呢 很簡單 我們用一點點都可以了 然後我們這樣子去做 記得手是往上 因為我們的毛孔是往下的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把毛孔裡面 剩有的髒東西都插出來 其實主要呢 我們是需要 把我們皮膚的PH 就是我們的酸鹼 去平衡 因為其實我們皮膚呢 需要呢 在那個比較弱酸性的一個PH 這樣子呢 就比較容易 防止一些細菌在下面 還有就是可以 幫助我們那個皮膚沒有那麼容易老化 因為如果它的PH對的時候呢 它的工作量都不會那麼大了 因為常常 如果我們的水啊 或者是我們的洗面奶 讓我們皮膚的PH 就是那個酸鹼的程度 不一樣的話呢 我們皮膚需要很努力 才能把那個PH換過來 那所以這個PH PH Balance Toner呢 都可以幫助到我們的皮膚做一點 PH的還原 就是把我們的皮膚 弱酸性調回來 那做完我們這個PH Balance Toner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用這款 Celtrex Ultra 就是激收麵精華 那這個精華真的對我們很好 因為呢 它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 讓我們吸引我們的環境 那因而以 每個人需要的精華不一樣 我大概兩滴整個臉周做完了 那一定要是獻上這個精華 讓它吸收 然後最後呢 我們才來做這個 Celtrex這個紫色的 Cream 然後裡面是這裡的 那我們輕輕的 放一點點 放一點點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就做完我們整套的護膚 那希望呢這個流程可以幫助到大家 試用我們這一套新的產品 也可以讓你的皮膚 有一個很好的感覺 謝謝大家 那我來看一下 我們再度這個紫色